茶余放红干点啥,一袋瓜子一杯茶,大家好,这里是柯娃子看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由真实事件改编,曾看哭了无数人的国产电影 田文君和卢小娟曾经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然而两人之间的感情却被时间和争吵消耗殆尽 最后他们选择了离婚 如今联系着两人的唯一属纽就是可爱的儿子田鹏 田文君离婚之后便开了一家网吧谋生 卢小娟则是改嫁了他人 这天网吧里突然几个小年轻打架 田文君连忙上前劝阻 蓬蓬就跟小伙伴出去玩耍了 玩着玩着蓬蓬发现了妈妈的车 于是他便在后面一直追一直追 追了好远可妈妈并没有发现他 这时一个神秘男子突然把他抱走 而收拾完烂摊子的田文君发现儿子不见后 问遍了街坊邻里 但都没看见儿子的身影 他来到前妻家中依然没看见儿子 此时的他心机如焚 大脑天旋地转 他发动了亲朋好友四处寻找 可造化弄人 在火车站他与儿子错过了 第二天在警察局的监控下 田鹏最后一次出现是在火车站门口 失去儿子的卢小娟 把怒气全撒在了田文君身上 不停地扇他耳光 而丢了魂的田文君也不闪躲 任凭他打骂 之后田文君便开始天南地北地找儿子 他录制了视频 请求买到自己儿子的人 不要给他吃桃子 因为他会过敏 还在网上发了寻人启事 重金寻子 可打来电话的全是电话诈骗 但为了不放弃每一个希望 他天南地北地去核实每一个线索 一次采取河北求证线索时 不慎落入一个诈骗团伙 他拿着水果刀挥舞着说 你们还是不是人 这是我的救命钱 但他们并没有要放过他的意思 最后无奈田文君只好跳江 最后他凭借着寻子的监禁信念 从鬼门关逃了一劫 时间一转一年后 关于儿子的消息依然音信全无 田文君寝室难安 日渐消瘦 卢小娟也因为太思念儿子得了抑郁症 整个人没有了精气神 尽管看了很多医生 但都不管用 因为只有找到儿子才能把病根除 时光匆匆流逝 两年后田文君一边摆摊生存 一边继续寻找儿子 突然有一天 他收到了一条儿子的线索信息 在私下和知情人见面确认之后 两人来到了安徽一个偏远的山村 孩子正在院里围着大鹅 他们先是躲在树林里远远的观望着 然后来到院子里撩起孩子的头发 看到伤疤后确定就是自己的儿子 此时屋里出来一个女人 满脸疑惑地问他们 你们是谁呀 田文君抱起孩子就要跑 女人上前阻止 双方扭打在一起 随后女人被追开 田文君随即往外跑 女人一边追赶 一边大声呼救 村民听到动静后出来追赶 最后田文君精疲力尽 跑不动了 蓬蓬却站起身来 喊着妈妈要跑回女人身边 田文君一把拽住蓬蓬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用方言跟他说话 希望能借此换现他的记忆 而蓬蓬则无动于衷 不停地用小手拍打着他 最后女人不停地喊着儿子吉刚 带着村民追了上来 村民把田文君和陆小娟扑倒四打起来 最后警察及时赶到 将几人带回了警局 原来女人名叫李红琴 跟丈夫结婚之后一直不能生育 丈夫在外打工期间 先后带回了两个孩子 去年丈夫去世以后 自己和两个孩子相依为命 当小女儿被带到面前时 她大哭起来 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即将失去两个孩子 这无疑是要她的命 接着她抱起孩子夺门而出 面对警察的围追 她随手拿起灭火器把警察打伤 最后被赶来的警察制服 吉刚面对嘘寒问暖的亲生父母 却哭着让警察叔叔把他们抓起来 儿子的表现让田文君彻底崩溃 几年一来她拼命找孩子 到头来孩子却不认得自己 坏掉的衣服可以修补 可丢失受伤的情感该怎么修补 她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在楼梯大声哭了起来 最后DNA结果出来 田文君把蓬蓬领回了家 李鸿琴因为妨碍公募被关了半年 小女儿吉方因为没有查到亲生父母 被送进了福利院 半年后李鸿琴被释放后来到深圳 此时的她已经成为了孤家寡人 她知道跟吉刚在生活在一起已经不可能 唯一能争取的就是女儿的抚养权 她来到福利院找到院长 院长说除非你能证明吉方是被遗弃 不是被拐 否则别想见到吉方 晚上李鸿琴偷偷顺着水管爬上了儿童宿舍 她轻轻撬打窗户 吉方看到妈妈后大声哭了起来 隔着玻璃 李鸿琴的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 由于吉方哭声太大 已来了老师 她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 第二天一大早 她去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见到了一个姓高的律师 高律师说你必须找到证据证明 吉方是遗弃 而且找不到亲生父母才有可能被收养 于是她找到了丈夫生前的工友 向她打听并证实的吉方是七婴 第二天她带着高律师找到工友 工友看到律师后 怕惹上麻烦 随即改口说不知道 这下李鸿琴一下懵圈了 高律师以为李鸿琴耍自己 气哄哄地离开了 没有办法 李鸿琴只要把联系方式给工友 约她晚上出来详谈 晚上李鸿琴不管是下跪还是哭求 对方坚持不松口 为了要回孩子 李鸿琴牺牲了一切 最终将她留下过夜 她才答应帮忙 当李鸿琴和高律师来到福利院 决定收养吉方的时候 院长认为她家庭条件不好 再次拒绝了她 再一次受到打击的李鸿琴 彻底崩溃 她流着泪跟院长大吵了起来 可她一个孤苦伶仃的村妇又能怎么样 后来她在高律师家做起了保姆 想孩子的时候就跑到蓬蓬家看上一眼 田文君发现她后让她赶紧离开 离开之际她跟老田说 大哥别让孩子吃饨 她过敏 一句简单的话却深深扎进了田文君的内心 田文君忍不住的流下了眼泪 她此刻特别能理解李鸿霞的心 因为当年她找孩子的时候说过同样的话 几天后李鸿琴去医院拿保姆需要的体检报告 医生告诉她她怀孕了 李鸿霞说不可能 因为她丈夫说她不能生育 或许是纳满的阴差阳错让她怀上了孩子 跟护士再三确认后她蹲在地上大声哭了起来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缘的电影 这个故事改编于央视的一则打拐新闻 其真实事件中的曲折远比电影中的要复杂 很多触目惊心 催人泪下的画面电影里没有放出 其实电影不仅仅是娱乐 有时候能帮助我们谨记一些事情 该片一经播出就被评下成不可多得的好电影 也让大家意识到了拐卖儿童的严重性 当这种现象泛滥就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 它摧毁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家庭 这部电影就像黑暗中的一粒微光 虽然渺小却在警醒着我们 最后柯娃子在这里提醒大家 马上过年了 有小孩的家长们千万看好自己的小孩 别让悲剧发生在自己身上 亲爱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了解一下